《逆天奇案2》第26集剧评 林夏威求婚陈展鹏世纪大附和 冯颖莹帮助查出方立身木马程序 影评一千字 全面解析 第一部分 《逆天奇案2》第26集 一开始就迎来了这部电影观众所期待的剧情 就是陈展鹏和林夏威的世纪大附和 陈展鹏日思夜想的想要和林夏威附和 这次因为在方立身这位教授自作聪明的促神大王的神助攻下 两个人抛开了以前的所有的不愉快 林夏威在陈展鹏入狱后 饰演陈展鹏的父亲的一番说话中 突然就去监狱跟陈展鹏求婚 带上第一部陈展鹏送的纸戒指 这样的大团圆结局 观众是多么希望这就是来自大结局的大团圆 而不是大结局之前的B的前奏 第二部分 这集其实大部分剧情的时间还是在水剧情的 从陈展鹏坐牢之后 就插了一段陈展鹏下属和新的领导的磨合期 然后黄志贤出来当中间人 黄志贤当中间人就算了 还当了次大喇叭 把陈展鹏告诉他的 自己跟林夏威复合了 林夏威还求婚了陈展鹏这些事情都告诉了所有人 这就是应征了那句话 不要把自己的事情告诉一个人 否则全世界都会知道 好的事情坏的事情都是应该好好保密的 所谓低调形式是以密成 然后大部分剧情都围绕林夏威和陈展鹏的复合 求婚来讲述 似乎这样的复合太突然 好像在遇事观众 高调的甜蜜 最后的结局可能都是B 就像之前黄志贤和蒋祖曼 都快要结婚了 冒出个婚前协议 然后这个结婚就无限期的延后了 第三部分 黄志贤和蒋祖曼的婚姻无限期的延期不要紧 他们有个老爸会搞事 所以这集还继续水了下蒋祖曼和黄志贤的婚姻的事情 老爸故意的装病的逼婚 不过可能是快要大结局了 蒋祖曼这位常败律师 导演想让他赢一次 所以让他慢慢的心软下来 让他答应结婚的事情 这样一来婚前协议不用钱 这结婚不就是蒋祖曼赢了吗 编剧和导演绕了这么大一圈 还是让黄志贤和蒋祖曼结婚 这个就说明导演看到蒋祖曼打官司 一个个都是输 还把陈展鹏逆天地送进了监狱 所以怎么也要让蒋祖曼赢一次 要不然都对不起这位大律师了 但是黄志贤的表情还是挺可爱的 在这集虽然年过五十 但是终于可以结婚了 那个可爱的表情真的像个小孩子一样 结尾的话 这集剧情水了一大半之后 留下了十多分钟给我们进入了正题 然而这个正题就开始拟天了 所有的OG的AB组警员都被调查 然后偶有的通讯都被监听 银行卡余额也被完全黑入 这个是真的太过于拟天了 而且就直接怀疑组员里有内鬼 查不到内鬼就直接把这些人分别调到其他组 这是非常的逆天了 然后逆天的就是 黄志贤本来不知道自己组员被调查 结果被冯英英这个黑客告诉了黄志贤 然后黄志贤就开始发现自己组员被调走 接下去就是黄志贤去找李过林高级静思 然后就是从这里开始升级系统 就回到了高君贤昏迷之前要警方升级系统 然后冯英英再次登场帮助警方 这里我觉得逆天的地方就是 这个警方网络科技部 居然没一个人才厉害过冯英英 最后查到中毒的电脑 就是李过林高级警司的电脑 你说逆天不逆天 虽然逆天 但是方立身从此不可能知道了 欧级内部的部署 行动起来就难度会增加了 更逆天的就是 李过林这次终于不说解除危机 直接说升级危机了 这集消失了三集的张颖康 终于在最后二三分钟出现了一下 看来是向我们观众介绍下张颖康 慢慢的认知恢复 记忆越来越好了 这就是说进入大截局后 未来几集中 张颖康随时会成功越狱 或者说来一次大逆转 刘佩越再次出现 张颖康改鞋归正 就看接下去 导演怎么逆天边下去了